湛江的宾馆检查完了 没有问题 走了 再见 大家好 今天我从广东湛江去海南来放个松 但是我心情依然不轻松 因为今年春节 我的土豆 我先生他却不能回家 具体怎么回事 我们边走边聊 我即将坐一个Z字头的车 跨越穷州海峡 到那边去 到海口 先到海口 去海口只有慢车 因为要火车渡轮 但是晚点55分钟 我来早了两个小时 砸死我 好 利用等车之余吧 咱们就闲聊我先生土豆他的一个情况吧 今年他是已经快研究生毕业了 也算是到了一个试婚的年龄了 因为他是属于湖南的一个小乡镇 那边的话一般到二十出头的话 基本上都已经结婚了 去年春节他回家 就是他把他妈催的都挺紧的 然后搞得他心里特别的烦 来到学校之后呢 今年就不给他学费了 我就先帮他把这个学费交上了 最后一年了 我是这么想的吧 就是他已经是出柜的状态了 他还有一个亲弟弟 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嘛 他们家人依然催得很紧 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嘛 如果他要再回去 今年除夕春节的话 我估计够呛能出的来了 所以我说要不然先到放寒假的时候 就来我们北京吧 来我们家那边 然后先住在北京 这样的情况应该会好一点吧 到春节的时候啊 串亲戚 有的时候能串十几天 每天都来十几号几十号人 我觉得他们的家长更加顾面子 我孩子一定要结婚生孩子养育后代 有这么一个走这么一个正常的流程 他的父母才会觉得有面子 这样的话孩子就等于受苦了 对吧 来了这是Z385次 从长春开过来的 海口是终点站 只有一百多公里 哇这个车还是绿皮车呢 多好啊 准备上车了 开车门 人好多呀 人真够多的 马上就离开湛江了 出了湛江到徐文县 就要到琼州海峡了 五车厢全是人 四车厢没有人 他说可以往这边踹一下 哇这边环境真好 还挺冷的 随便坐呀 这儿是可以随便坐的 这辆车是东北那边的沈阳铁路局的 所以他们那个列车员都是东北口音 想起过去我小的时候从北京到成德 坐火车也要坐一晚上 多近呢 还要坐一晚上 据说有不少的东北候鸟族 就是买张卧铺或者硬坐 一路坐几个小时的火车 颠簸到海南 在雷州半岛 火车的行进速度并不快 一路景色非常优美 午饭时间到了 合饭25一份 用微信扫码 但是信号不好 于是给了他50块钱现金 对 给我点零钱 正好给你零钱 对 你数一下吧 我还没数 没事 25都什么东西啊 丸子 鸡腿 粉条 还有什么豆皮 看到了吗 红土地 隔上合饭了 序洋盆盆的忽快 我说即将能镇厕 东西已经变 很快 那屋里好冷 空调开得可足了现在 估计是过一会儿就没有电 没有水 先让大家预冷一下 这得多长时间不能上厕所 你去吧 他去啊,你就去 所以你是往我那时候 现在把厕所给锁上了 一会儿就不能上了 刚才那里边有一个乘客在讲自贸港的事 他说自贸港要想发展起来 必须要有年轻人 但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少 在海南岛 多数都是中老年 中老年人不太喜欢消费 带动不起消费来 所以一个地区要想发展 还是要看年轻人比例的多少 对不对 说2025年要封关 建设的跟香港一样 变成一个世界贸易的自由港 远景还是挺好的 也就是说以后再进出海南就不方便 所以这次要来看一看 开始漫长的等待 有人都打起呼噜来了 这儿有六条铁轨 我们是在一 然后这是二 三 四 五 六 一共有六道 我们的空调和电全部都停掉了 火车呢 就在这里被分为四到六节 并排着停靠在刚才看到那六节铁轨上 然后由这种牵引车推着还是拉着往前走 奶酥奶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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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咱们的奶背啊 我们到了码头 这边的铁轨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的列车一会前进一会后退 磨蹭了半天 最后终于要进入万吨巨轮里了 码头上也有很多的私家车 这都是从大陆运往岛内的 好 进来了 有好多工人 我跟他记了一下石 整整花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才从最后一个车站到这里边的船里边 好了 这是我们的位置 在这个码头上 跨过穷州海峡 就立刻就能到海口 进了轮船 电就通上了 其实厕所这一段时间说是不能用 如果你有内疾还是可以用的 我们的列车在轮船的正中央 所以只能隐约的看到对面的穷州海峡 感觉还不是很稳 晃晃悠悠的 这个列车上面 已经上岸了 3点10分到4点25分 一共一个小时零15分钟 跨过穷州海峡 下船了 这边天好晴 19到24度 因为这车是从东北过来的 我看有的人还穿着羽绒服 在车厢里边 但是有的人是穿短袖的 还阳光明媚的 哎呦 刺眼 出了轮渡 我们又得进行漫长的等待 大约不到一个小时 列车重新组装成一截 之后缓缓的 就拉我们进到了海口站 海口站就在码头的附近 好了 到了到了 一共花了不到6个小时 将近6个小时 走了100多公里 今天这个还算比较快嘛 有人说我为什么不跟小土豆一块过来 因为他要上班啊 上学啊 以后也没有空啊 记录城市的生活 这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他不是啊 他的工作就是坐在电脑 坐在办公室 去挣钱啊 尤其是以后啊 他要搞这个IT了 估计加班会是家常便饭嘛 更没有时间啊 出来到处游荡了 你其实觉得我这个工作 看似挺轻松的 走一走玩一玩 但实际上 我是不是要付出很大体力的 拿着背着一个包 拿着一个包 没几天就要换一个地方 每天睡觉也睡不踏实 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觉得生活容易 那一定是别人分担了你那份不容易 好长的队伍啊 现在啊 进入海南必须要健康码和行程码 二码都得通过才能发这个 蓝码 蓝通行证 海口 这个站啊离市中心还挺远的 还得要坐很长时间的车才能回去 现在已经六点多了 没有多久啊 就要过春节了 这个春节也不知道 我们应该为了团聚而欢笑 还是为了他的家庭给他催婚带来压力 而感到难过沮丧呢 或许现在国内的很多年轻的同志吧 感受不到这种压力 或者说 没有认真地想过自己的未来 有一个人啊 在网上 就是他也是一个同志啊 他发表了这么一堆看法吧 我觉得挺认同的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这段评论是这么说的 你就是指国内的这些同志啊 你们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 你们是不是从没想过你们的未来 我看是根本不敢想吧 你只能一辈子隐藏自己的兴趣向 一辈子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光明正大的手拉手走到大街上 一八成会去骗婚 半生的时光都和你根本不感兴趣的人活在一起 可是那个女人又有什么错呢 你为什么要葬送别人的一生呢 你每天在良心的谴责中艰难度日 最后终于在她的要求下和她离了婚 哎 这个时候你已经成了无人问津的中年油腻男 没有一个男同会正眼瞧你一眼 你妈妈天天催你再婚 说你让她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 公司的领导也会来给你介绍对象 在饭桌上当着人的面 问你是不是gay 你只好眼神闪躲的憋红了脸说 你是纯爷们 这就是大多数国内同志吧 正在走的路或者即将走的路 你们想想她说的对不对 到了 11个小时啊 从广东湛江折腾到了海南的海口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收看